来自海内外21个国家 681位学员 共聚在花莲禁思堂 过去从事科技业的严博文 针对全球暖化 海洋垃圾等危机 说明永续发展的重要 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 其实也是永续经营 我用词记的语言 就是慈悲喜舌加众生平等 必须要能够正其心 要能够慈悲喜舌 也有来自海地的学员 为了想改善当地的医疗环境 发愿参加仁义会课程 也感触良多 还有来自缅甸的医师 听到过量的垃圾 影响到全球海洋环境 也很震撼 发愿要身体力行 爱护地球 此季仁义会22周年 仁义之爱回归到一念心 将慈善美好融入在一起 大学新闻 阳爱庭温国家 花莲报导 这一切都会有 同时 为了 小学生 还能够 还能够 幻闻 有限度